中共法庭28日宣判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静渝在宣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听后与李明哲会面 李明哲施以他不要讲话 然后拍胸 他于是离结我的先生身上被装了奸拼器 李明哲今天被中共判处5年徒刑 妻子李静渝未说是否出乎意料 紧强调法庭私事之中并不存在 会面时他告诉先生你要勇敢 他并表示先生身上应该被装了奸拼器 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今天宣判 他被处有期徒刑5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李静渝在庭内一旁听后 申请与李明哲会面 两人谈话不到3分钟 李静渝今天在开庭后 于下榻饭店房间内接受媒体采访 因大陆方面要求 台媒警派出一名文字记者 一名摄影 记者代表采访 饭店内病人有多名人员 看守台湾媒体 对李静渝来说 法庭私事之中并不存在 没有案情 没有判决 我是来看我先生的 这是我唯一能看到先生的方法 被问到对于李明哲不再上诉的看法 以及今天判决结果是否意外 他都如此强调 李静渝说自己终于了解 魏石邀李明哲上次一审之后 在皱目睽睽下对他下指令 因为李明哲今天对他匕首事 示意不要讲话 然后拍拍胸 我的先生身上被装了监听器 不到3分钟的会面里 李静渝告诉李明哲 过去8个月所有的救援行动 包括到美国国会及联合国 他对李明哲说你现在是世界知名的 的政治犯全世界都在关注你 你要勇敢 他取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例子说施明德在狱中总共做了25年的牢 李明哲夫妇也看过施明德所有的狱中档案 我对他说施明德怎要做你就怎要做 李明哲则在会面中交代一些事包括买一些书 他也知道他喜欢的书是没有办法进到中国 李静渝说今天会面主要告诉李明哲自由世界如何看待这个政治良心犯的案子 他说这个法庭审判李明哲的内容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在文明国度都是无罪的我先生对我点点头 李静渝说明年2月还是会去联合国作证继续这条国际救援路线也会继续争取来中共探望丈夫 希望每周都能看到 总统府今天说李明哲遭到中共法院以颠覆国家这种罪名审判 我们无法接受呼吁北京当局早日放人让李明哲尽速返台 总统府并强调传播民主理念无罪 对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 李静渝说谢谢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李明哲是一个人权工作者 任何一个人权工作者都必须这样被理解 您要看